请收看维新世界一公立人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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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前面的大德 大家好 我是南区志工大队的队员江美珠 阿弥陀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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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們好像都是有上班有工作 你可以告訴我們 你是從事什麼樣的工作嗎 我是從事服務保險的工作 服務保險的工作多久了 二十幾年了 二十幾年了 如果從事保險工作 應該是很會講話的 我比較不善於口才方面 我比較遲鈍一點 不不不 我想你是很誠心的在對待你這份工作 對待你的這些服務的人 對誠實一待 對對對就是這樣子 把客戶當作是自己的親人 或是說自己的朋友這樣 是 這樣子你才可以綿圓不斷的去做 但是你是把力放在全面的話 是一般來講的話 客戶也會有感受的 是的當然 因為我們學習易經當然就知道 其實我們生活不管是工作 不管他是你的客戶 你是誰都是要相對待 都像一家人嘛 這才是我們學習易經的精神 對 那當然我們知道我們的江美珠江師姐 這樣子每次都是這樣美美的 化妝也美美的 頭髮也美美的 請問你是從事什麼工作 我是做那個家庭美髮 家庭美髮 對 也是做預約嗎 都有都有其實都有 都有就是說 有預約然後也有沒有預約的 就 那你一個人做得了嗎 可以啊 現在景氣沒那麼好 是是是 對 有來我們就做 我們的客戶就是來了時候 你剛好有人 等一下就到了嘛 對 對 不過熟客人大部分都會預約 會預約 這樣子的工作你做多久了 也很久了 也很久了 因為我們就是讀這一科的 所以就做很久了 美容科 對對 美容美髮科 對 是啊 所以說我們就是其實 不在於說你要學到你的學歷有多高 真的是以後你出了社會 有一口飯吃是最重要的 我的感覺就是踏實嘛 但是像這樣子 我知道說你們兩位都是 全程的至少有八天以上嘛 有 那也都住在這個地方 是 好吧 那現在就談到你們的工作了 這樣的工作下來 八天你不去上班 不去打卡 不去做什麼你的 怎麼辦 一般來講我要參加那個全程的志工 我會事先把我工作先安排 也會告訴我的客戶說 我這八天去做什麼 然後你們要找我 但是我會帶我的iPay去志工那邊 萬一有什麼事我可以直接用我了 我們現在的保險都是有iPay 是 直接就可以幫他們處理 所以也很方便 是是 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資訊的時代裡面 我們隨時很方便的 就是先處理 然後真的需要你人到了時候再去 對 這非常好 這個服務非常的周到 你一定做得相當好 謝謝 那我們的美豬咧 客人怎麼辦 我就是先跟他們預告嘛 但是頭髮不可能那麼久八天都不洗頭 那是當然啦 對啊 但是我先跟他們預告讓他們知道說 我的情況我要做什麼 然後反正就是看開一點嘛 該是我的就我的 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 所以我就想說 反正賺那個世間財居不住 然後就賺一些那個看不見的功德財 幾點功德比較好 幾點功德比較好 不會啦如果是你的客人就是你的客人 不然我教你一招 現在的膠水有分上中下連肚 把它處連一點的就好啦 沒有啊 頭皮會髒啊 會受不了 是是是 不過我們說的 常常每一次訪問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 你怎麼做不到 就是說 如果偶爾去給別人發一點小財 沒關係他還是再回來 你還是一樣忙不完的 這就是加入我們維新聖教來學修 加入我們的這個 來做志工 這是最大的權益 老主一定是最護持的啦 不過我們知道就是說 因為你們八天當中嘛 最前面的那一天 就是護持的時候 這個法工 第一天你們都知道做些什麼呢 因為法會還沒開始的時候 第一天來的話 就是會一定要先擺普桌嘛 普桌要先把它擺好 因為有三千多桌一天的話 然後就是找空地擺 先放好 對放好然後擺好 然後就是桌面都擺好 其實有時候沒地方 我記得有一年 真的是擺得滿滿的 然後那個山坡是這樣寫的 我們還有辦法把它疊好 很厲害耶 然後都很有經驗喔 真的 然後擺完之後拿個桌面 然後要把它擦乾淨 全部擦完之後 然後桌面一定要翻面嘛 因為不能讓它全部這樣是正面朝上 因為法界認為說 你就是要請客 為什麼沒有東西讓我吃 然後就要把它蓋住 然後意思說還沒有開始 是是是是 然後我聽大隊長講說 曾經有就是還沒有 就是沒有翻沒有蓋 然後大隊長晚上不能睡 因為他們要來炒 法界會炒說 我要吃飯我要吃飯 你為什麼意思還要吃飯 股市已經桌子排好了嗎 對嘛 怎麼還不趕快來上菜咧 這樣大隊長是負責這個的 所以他不好睡 是啊 是 應該找他的 對 大隊長也不好當喔 因為這貢瓶開始來了說 一箱一箱的 我曾經看過就是 要開箱啊做什麼的 所以這個前置作業 你們從8天都已經有做到 有 開始要幫忙 把這東西分好的時候分類 才有辦法 是不是才有辦法 這個法輪共轉嗎 對 轉法輪嘛 是不是要做這些 先要把共品 譬如說大隊長會先氣氛說 這個東西要擺在哪裡擺在那裡 然後我們再繞那個 轉法輪的時候會比較順 是 一方面我們就是分工 有些人是拆箱 有些人就是專門包裝 有人專門就是 去把那個東西拿到車上 把那個箱子帶走 都有分工合作這樣 是是 所以其實 沒有什麼人比較有力 沒有什麼人比較好做 這是一份分工合作的工作 對 尤其我們普桌 一天都要三千多桌 五天下來也一萬多桌 你想想看 如果說這不是集合大家的力量為力量的話 一個人多麼厲害 我看一天完成不了一百桌 對 所以這就是大家分工合作 我們就是一家人嘛 但是如果提到就是說 全程來做法工的 曾經有給他算過大概有多少人嗎 全程 在我們那個宿舍裡面的話 應該有二十幾個有 二十幾個全程 二十幾個全程 對 所以這個住宿的問題 從來沒有發生過 有什麼困難吧 應該都沒有啊 都很順啊 大家都住在一起 像 就擠一擠嘛 大家很溫暖 就像兄妹一樣 就來這邊寄 可以談他的家鄉的一些故事給我們聽 大家聽了在那邊就很快樂 雖然是一天做得很累很辛苦 是 真的回來腳都好痠 是 尤其是第一天還不會 第三天的時候 他腳都好痠 痠到這樣子都受不了 然後大家回來宿舍 就有人躺著 有人坐著 就講一些笑話給我們聽 聊天一下 聊天一下 然後就很快就把這種身體的疲憊 很快就消除掉這樣 在我每次法會的時候 我訪談到了我們志工大隊 我都有很大的感受 因為忙的時候就是很忙很忙 有空的時候已經開始在供養了 你們就可以暫時稍微休息一下 那個時候大家就是喝個茶聊個天 我感覺那個感覺是非常的好 就真的就像剛剛我們的林師姐說的 就是像一家人一樣 談天 那如果腳痠的時候會不會把它跨高一點 會 隔天會消除疲劳嗎 有些師姐會帶一些精油來幫你抓幫你按 真的好貼心喔 對 所以難怪你們這樣子 這樣根根根大概總共有幾年的時間 應該有四五年 四五年的時間都是全程的 對 非常好 這就是發揮到大家團結的力量 也是我們維新聖教的這些學院弟子 跟著我們老子師尊跟著師父的精神 我們其實可以看喔 師父他在我們的水陸大法會也不得閒耶 大家不要看到說 師父這樣走來走去 看來看去 其實他心裡比我們每個人都忙 他每一次水陸法會他要到處去關心 去看看哪個地方有什麼樣特別要開示的 要注意的 尤其在我們水陸法會的時候 你們在這些共品共上去的時候 也是不能亂說話的 是 隊長有跟你講嗎 因為我也不敢亂說話 那是共上去 這是共上去很虔誠的 然後共上去 然後我曾經聽大隊長說 其實我們的肉眼是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 我沒有那個感應 然後大隊長說他的朋友有一次來 然後就看到我們停車場那麼多 為什麼每一桌都有法師在那裡 就是獎金說法 每一桌每一桌都有 然後他就跟那個大隊長朋友跟他老公講說 哇你們先佛是怎麼這樣 這麼殊勝 這麼殊勝每一桌都請法師在獎金說法 然後到那個教務處裡面這麼說 然後教務處的人說我們沒有 所以我真的是有那回事 然後那個什麼大隊長有請示師父 師父說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一出去就是能夠畫出五行 就是很多畫三千什麼的 就是供養非常我們無形中看不到的法界眾生非常多 所以那個功德量非常大 是我們自己完全不知道 沒錯 所以相對我們是做捕捉工作的人 我們雖然我們自己不談功德 但是師父說這個功德很大 是的 是的 就陳如剛剛我們師兄他也提到就是說 我們何德何能 如果不是我們藉由我們水路大法會 我們的師父善混校園禪師 還有王禪老祖師針的威德利 我們何德何能可以去做這些供養我們三界萬寧的事情 你說今天憑一個人的力量說要供養三千所有的法界眾生 這不可能的事情嘛 就是要藉由這次的水路大法會 所以我們其實也是一樣喔 如果說我們想要供養我們的祖先 或者是我們的這些冤心在祖 何德何能 在這個時候就是我們要報恩感恩 我們要消災化解 我們要懺悔的時候 藉由在我們的淨土壇呢 我們可以來公設這些聯位的 過去如果說你覺得說哎呀你一直都很不順 你有想到你累劫到現在 你有可能有這些的冤心在祖 一直很不順心的 想要跟你做什麼樣的接觸溝通嗎 所以說呢在我們王禪老祖聖誕千秋水路大法會的時候 我們特別設有感恩的聯位 就是拔劍祖先的聯位 這就是每一個人都要公設的 因為畢竟呢我們的祖先 我們要懂得知恩感恩報恩 另外還有個人親友的聯位 這有些也是要報恩的喔 當然如果說要做到我們個人的懺悔跟消災化解 我們必須要公設的聯位就是個人的累劫冤親債主聯位 另外呢還有超度個人身上親人的依附靈 以及英靈的聯位 這些無緣的住室英靈呢 其實一定要超度他的 讓他來聽經文法 然後智慧增長 他們還是一樣可以投胎轉世的 再來就是工廠公司營利場所 還有我們住家的地基組 這是我們最早呢 住在我們這個地基在這裡做復法的 所以這地基組一定要供養的 再來就是 何家祈福消災長生入位 讓全家人都平安的喔 以及拔建十方地方有緣租齡的聯位 另外拔建個人的大聯位 再來就是我們今天訪談的 黑衣部隊的捕捉的供養 也可以贊卜的 有些我們很感恩喔 有些善信大德 因為工廠公司經營的非常的好 他們還要懂得除了說員工要養好之外呢 還要把這一些的我們的贊卜 來供養我們的這些三界萬寧 真的是非常的殊勝 而且一色都是幾十桌的 真的非常的感恩喔 那當然是供得無量 不過就是說 我們普桌上品一供上去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哪些 因為我們有十道天心嘛 我有一次真的是遇到法會的時候 我還真的給他真正去瞭解什麼叫做十道天心 怎麼樣排法來 因為就是十道天心就是從每一個角度看 都是就是十字很整齊 上下橫的左的左右盤都一樣 不管你從哪個角度看都一樣的 然後字面朝上 然後東西每一盤就是固定看什麼放什麼放什麼 如果你缺了一個東西 一看遠遠的地方就看得出來 而且要注意不能破 破了也要把用膠帶縫起來 東西會因為我們這樣丟丟丟會破掉 所以不能破掉 然後字面一定要朝上 尤其那個罐頭 大家都很容易把那個開罐 認為說開罐器在上面 就是就是就是正面不對 它字是顛倒的 我們要把字面把它翻正 所以開罐器是在下面開罐 因為它有字 因為有字嘛 字它是顛倒 跟那個開罐器的字是相反的 所以我們要注意 然後就是字要趕快把它翻正 然後對陣我們 這個叫正面 對 所以你們雖然五年多了 你們都是從完全不知道怎麼弄開始嗎 對 那我們的那個春藍事件 您告訴我們 就是說來的時候 你會告訴新人什麼 英偉的經驗 英偉的經驗 一般像我們黑衣部隊的所有的師姐們 他們來有做過的人都會 大部分都會知道 但也有一些就是說 如果說各道場來贊助的 是 他們會不曉得 那我們就會 大隊長也很貼心 是 就會有分一張那個 十道天心的那個菜單 菜單如何排 那就給他們 畫圖嗎 菜單沒有有寫字 有寫補桌 你哪一 就是說在前面是二 四四二這樣 要排什麼都會有一個 明細的那個菜單在那邊 就讓這些心境的人看 給他們排 如果他們有排錯的話 那我們會教他 要如何去把它改過來這樣子 或是說我們看到了 我們幫他排一下這樣子 或者還有就是說 你在排的十道天心的時候 是盤子不能互疊的 大隊長那時候跟我們說 盤子互疊的話是不行的 還有桌子也不能互疊 看到的話我們就要把它 摩一下 摩一下 摩開 是 所以雖然看的是小細節 你看一個桌面那麼大 都已經放了下 為什麼不能重疊 盤子也不能重疊 這是有規矩的 這是禮貌 你要做到的 所以這個要怎麼樣 讓它排得很順利啊 尤其是我們知道就是說 我們也感恩就是說很多的 我們的一金大學的這些各道場 各教室的三星大的 他們一來看大家很忙的時候 都也會進來幫忙嘛 這些一進來幫忙的時候 如果他不懂這個規矩 反而越幫越忙 你們會怎麼樣去跟他們講啊 一樣啊就是說 這個字面要朝上 然後盤子不能重疊 然後盤子破了也要補 對一定都要 那這邊字一定要朝上 然後也不能超出桌面 這是一種恭敬 是是是 所以大家都是想幫忙嘛 對 那錯了沒關係 因為有一次的經驗 你就會知道說 下一次你再來幫忙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欸我進步了耶 這種殊勝的心理喔 大家一定很高興 所以曾經你們應該都是 如此過來的吧 對對對 是 所以在太陽賽的時候 女孩子女生的防備工作 有太陽就是擦防曬的啦 塗一些什麼嗎 你有做嗎 我沒有 你沒有做 我沒有 因為我皮膚會過敏 所以我都不敢擦 喔 難怪我現在看你的 這邊也是紅紅的 那我想美洲師姐一定愛漂亮 沒有 你也沒有 我沒有塗 因為我很會流汗 我就是戴口罩 我戴口罩 剩下兩個眼睛 對戴口罩 然後抖力 抖力 因為我很會流汗啊 每次都要擦嘛 是是 所以那個 如果你擦了東西 又被我擦掉了 所以沒有用 所以擦了也沒用 對 所以我朋友就說 我朋友說 你怎麼可能做這種工作 他不相信我會做這麼久 是 對 你怎麼可能會做 黑衣部隊做那麼久啊 怎麼可能 他不相信我會做那麼久 他說 我都看 他看我外表都漂漂亮亮 怎麼可能做這種工作 還做那麼久 我說不會 因為我做得很開心 對啊 不過說真的喔 這個八天下來 因為天氣很熱嘛 尤其是真正的五天 我們在所有的這個浦桌上面 在工作活動的時候 太陽特別的大 有沒有曬傷過 沒有 我皮膚太好了 天生麗質啊 好像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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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 那你過敏會因為曬太陽 起疹子或者是 也都沒有 都不會 都沒有 是 因為特別奇怪 就是說我們在做法會的時候 那如果說我們很累 或是說 就會到那個龍泉水那邊 去求老祖那邊的龍泉水 來加持給我們吃 就跟 江敏男人說 叫那個龍泉水來吃 讓我們吃到 通體舒暢 通體舒暢 腳怕手怕 越做越用 越做越用 對 要有照顧嗎 對 有一次很好笑 因為我好像 台語說了不好 就有一位師姐 她就叫我 她說 會吃 會做 會棒 會那樣 她講的我就忘了 我就寫國語 我就說 零價零棒 她聽了一直在笑 我說妳在笑什麼 她說 怎麼會零價零做零棒 她聽了一直在笑 她意思是說 我真是用國語這樣翻過來 讓大家都笑 笑的那個 是 所以說真的 在工作當中再辛苦 有一些趣吻也不錯 真的很美 所以只要讓妳腳怕手 怕眼睛做 對 所有做零那個龍泉水池這樣 是 好來 美洲師姐 利用一點時間 邀請我們更多的這些 閒事同修加入我們的黑衣部隊 對 對 有時間的話 儘量撥出來做 做志工 蠻不錯的 而且我呼籲就是說 如果真的要來當普桌志工的話 最好要兩天 因為一天不夠 一天大家都趕著時間要回家了 重頭戲是在晚上 晚上收普桌 真的很累 因為人手不夠嘛 我們還要 還要把它運到 運到那個倉庫那邊 所以我們女生真的 所以我都常常會講一句說 女人當男人用 男人當超人用 太好了 因為真的是沒有時間 而且那個普桌真的很重 然後我們就利用那個桌子有沒有 擺一擺 用滾的這樣用丟的 像溜滑梯這樣溜下來 這樣會比較省力 好的 那春男士姐呢 那個我也希望說 所有的我的親朋好友 也希望你們看到這個錄影 也能夠來做這邊的普桌志工 真的是這個法會 水陸法會 真的需要很多的志工 是的 而且在志工當中都是女生肌多 而且尤其女生在班院 要邀請更多的男生一起過來 對 好 今天我們真的非常的高興 看到我們這兩位黑衣部隊 就是美美皮膚漂亮的 這麼虔誠 歡迎大家一起來做志工 謝謝你們感恩 感恩祝福你們 謝謝感恩 謝謝 同時也感謝收看水陸法會 義工立人天 祝福大家圓滿順利 阿彌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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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